嘿,我是阿图 这是一支关于语言教学小工具分享的视频 如果你有更多有意思的关于语言学习和教学的小工具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入手的咕咕鸡 英文名叫Maymaybird 这个是咕咕鸡的最新型号吧 应该是 叫Maymaybird GT1 这个是开关键 长按开关键以后它会变成绿色 旁边这个按钮是它的充电功能 据说一次充电可以用完扒卷纸 最新的型号的咕咕鸡它的体型比较娇小 可以随身放在包里携带 接下来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打孔机 简单介绍也打孔机的使用方法吧 如果已经会用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过这一趴了 先以A4纸为例 把A4纸对折以后折出一条缝 把打孔机底下的刻度尺拉到最大显度 这是一个标准的A4纸打孔机 接着把A4纸塞到打孔机底下打孔器上 然后中间的这一条缝 刚好对准打孔器中间的那个箭头 从打孔器上面的那个孔里 我们可以看到箭头和A4纸中间的那条缝是对齐的 这个时候按一下那个就可以了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打孔器 主要是为了来收大这些小卡片的 这些小卡片都是速分过的 我之前用那个夹子比较滑 而且大小不一的话比较难加 这个是Easy Ring火焰圈吧 应该怎么叫吧 我买的是这家店里面最大的XL型号 在淘宝上应该可以找到更大的型号 那我这个是塑料的 应该有不锈钢型的 我是因为要带着这些东西到处跑 所以塑料会比较轻一点 火焰圈的第一个好处当然是因为它收纳起来比较好看 那同一个类型的或者同一个topic的flash cards可以收纳在一个夹子里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比较好找 我之前用夹子比较滑 然后要把夹子拿下来一张一张去找我需要的那一张卡片 那现在的话我可以一次性翻阅很多卡片 然后找到我需要的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关于这些卡片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都介绍过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频道搜索中文老师的包包里有什么的视频 这个呢是我最新入手的小工具还没有拆分 这个其实也是个flash cards跟小白板很相似 它有A4大小的我也不知道A4大小可以用它干嘛 我现在聊到手里有一种吸铁石的感觉 不知道能不能吸在白板上来试一下 在上面写字以后是不是很容易擦掉 我先用普通的白板擦底下的那个布来擦一下 擦的不是很干净但是也无所谓啦 毕竟我们擦白板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擦的特别干净 用有磁力的这种小白板擦试一下 远看好像还好 其实近看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印子 专业的白板小抹布来试一下 这个小抹布擦起来比白板擦干净 那我以后就用白板擦布了 这个主要是用来做flash cards 就是当下我就想让学生复习或者预习一些东西的话 我就直接写在上面 它是两面的吧 那我可以在前面写汉字或者写英语 如果你学其他语言的话 那写其他语言也没关系 背面就可以画一些画之类的 接下来这个东西就厉害啦 我之前介绍的是用来色或者半透明的文件夹给学生做小白板 那现在这个东西呢它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 我们把A4纸放在这个代词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练习题或者练习汉字的这些纸放在里面 然后学生用白板笔在上面做练习 上面这个东西是可以挂在墙上的 或者我们可以找那种学生用的小的那种白板笔夹在这个圈里面 这个的英文名叫SwapWriteY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是在eBay上买的 单独买一个还是挺贵的 大家可以打包购买 但是销量特别好 所以得看运气 在淘宝上不知道有没有 它一共有五种颜色 橙色黄色红色蓝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这个A4纸放进去 然后找一只白板笔在上面勾勾画画 然后我们再来测验一下 它用专业的白板小MAP 能不能把它擦干净 整体效果还不错 这个是e所加的购物袋 里面是放了那个白板小MAP 主要是给学生的 大概两到三个人一块MAP 还有必不可少的这种吸铁石 把flash cards之类的吸在白板或者黑板上 看过之前分享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我这个文具带里有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工艺印尼是新添加的 其他东西都是之前有的 这是我新添加的印章 等一下也会详细介绍一下 最后是一包奖励学生的星星 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星星是怎么做出来的 最后打开这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别有冬天 最上面的这个是一个三角帖 上课或者下课或者学生不乖的时候 我都会瞧这个三角帖 其实刚才试用过的有磁力的小白板材可以吸在白板上 有印良品的水彩笔 这是一个纱包 其实里面装的是米 用旧补包一下可以做很多游戏 这个是大创买的外包装盒 里面是Bluetang 以前有介绍过 它可以粘在墙上不留痕的 可以粘flash cards或者其他纸质的东西 日之前总是帮我做的一个骰子 然后新买的一些小印章 在不同的时间来上课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印章 或者天气不同 敲一下印章 如果表现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敲一些比如说GridDrop Kipop之类的印章 这些印章还是蛮可爱的 我是在AliExpress上面买的 这算是海外的淘宝吧 这个网站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不能用支付宝买 只能用海外的信用卡或者PayPal买 小刀剪刀这类东西 就是为了给学生做手工准备的时候 我会用到的 现在也不大常用 这是一个猪猪圈笔刀 学生可喜欢把它的鼻子给摆下来 最后介绍的是我做星星的神器 我一共买了三款不同的形状 这是在大创买的 我不知道国内的大创有没有这个 那我一般会把这个东西反过来用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 这个纸是不是完全在这个Punch里面 我也可以比较节约的用纸 比如说我现在按下去 这个纸上有一个洞了 我在按的时候 我就刚好可以按出一个星星 这么一个空间 按下去就可以了 就不会浪费很多纸 也不会让星星变得很奇怪 再展示一下音符这个按出来的效果吧 最后一个是四叶草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 都可以给我留言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